Hello 大家好 我是Alisha 加勒大政府註冊移民顧問 Happy New Year 2024年 我們今天歡迎大家Hancouver 我的拍檔是Nicole Chan 她是Based in Vancouver的Immigration Lawyer Hancouver Podcast 我們每個星期探討一個題目 用你問我答的形式 這個星期的題目很認知 十年前就有一個人 Applicant 他就去New Year's Party 喝醉酒 他的鄰舍投訴 警察來問 然後很不幸地 他就襲警 打了警察 落案 charge了 是Common Assault 有案底 他就想 visit Canada 他可不可以 apply ETA 嗯 所以 如果你有 apply ETA 你就知道你 fill out 你的application form 他就會問你 你有沒有案底 你有沒有 arrest 你有沒有 criminal record 你有沒有 conviction 是的 我們這位朋友 就一定要宣佈 Yes 因為他之前 十年前 他有案底 對不對 宣佈了Yes 之後的話 其實他最好 他就是 要申請洗底 因為我們幾個月前 我們談了很多 如果你之前有案底的話 你怎麼可以來加拿大呢 我就 refresh大家的記憶 你有案底的話 你不是來不了加拿大的 我們要看你發生的事情 是幾年前發生 什麼時候解決 然後你就看看你有哪些選擇 去洗底 是的 如果你這件事情 是發生的 即是很久以前發生的 已經十年前發生的了 那你就很大機會 你可以 直接申請洗底 那你洗底完之後 你就可以 你都要宣佈Yes 我之前有案底 但是我洗底成功 那我就可以 好像其他人那樣 申請過來加拿大 是的 那你這樣就可以過來旅遊的了 是的 都可以的 就是for those who don't know ETA叫做Electronic Travel Authorization 2016年1月開始 如果特區護照或者BNO 去加拿大是免簽的 但是2016年1月開始 就要在網上登記 叫做ETA這樣 我們的經驗就是 申請了ETA 如果你回答Yes 關於這個問題 有沒有criminal record 這個question的時候 加拿大義務局 要發封信給你的 發封信給你的 發封信給你 請你解釋這個案底的前因後果 就是這個洗底 我們俗稱洗底 英文叫criminal rehabilitation 所有的paperwork 就是那些cord paper 所有東西 那些certificate of trial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那就是一套文件去交給他的 那他會看 那如果覺得是 就是最好就是 就是交替洗底的application 那都一段時間的 那請你預充些 大概6到9個月的時間 就是不要 就是如果你沒有按底的 24個小時之內 那就會有一個ETA給你的 如果你說yes的 那就 就預充些 預6到9個月 那希望這個case question幫到大家 如果有用的 請你和親戚朋友分享 那如果你覺得有其他topic 需要我們去幫你做research的 請你在我們的comments留言 那如果你覺得有 需要private consultation的 請你PM我們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時間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拜拜 拜拜 下次見